詹子晴 過去以一名丫頭 在演藝圈闖蕩 但其實她的本名叫做詹亞文 盡於她在節目上透露每次被叫本名就會出事 像是吊錢包 或是通常用電話叫車的她 某天隨手在路邊攔車 結果在不知道計程車牌的情況下 弄丟了手機 恰好手機沒開定位 附近的監視器也沒拍到車牌 雖然為自己不要迷信 但屢次發生這種事情 還是讓她不得不禁呼邪門 直到這次改名詹子晴後 她就再也沒有遇到隨事了 不料某次遇到老朋友 對方不知道她改了名 於是以本名稱呼她 當下她就想說完蛋了 結果當晚真的在路上摔跤 至今疤痕還清晰可見 讓她直呼真的很扯 當初丫頭還覺得改名要花8000塊很貴 但命理師只看她的命盤 就說中了之前發生的事情 才讓她幸福 至於選擇子晴這個名字 則是希望自己能像孩子一樣開心 每天都是晴天 我也感到不追得 另外大概就是 是不唱歌 去的發展 你 aslında 然後 全都選擇 tasked 演出不期待 是